Hello 各位Artist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一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还是一样 是Artist 那昨天还有前几天呢 都陆陆续续有Artist的车友捧场 第一个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 那KT的避震器 我们觉得啦 车友 我们在台湾其实很少在做广告 那最棒的行销方式呢 就是靠口碑来服务更多的车友 那在帮车友服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结交了好多好多Artist的车友 譬如说 昨天有到场的大头 那他也帮我们陆陆续续呢 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车友 那今天这一位车友的来场呢 也是透过丰原的一个汽车影响 陈佑汽车的老板呢 帮我们介绍的 所以陈佑汽车的老板呢 其实自己本身的车子 也是改装了KT避震器 那客人到了陈佑的店里面呢 他主动帮我们推荐 那第一个当然非常非常谢谢 这么多的车友都陆陆续续帮我们推荐了 那也希望呢 大家很欢迎大家来我们工厂里面来试程 或者是说Artist因为安装的车友真的很多 所以要帮忙安排试程Artist 我觉得应该也不困难 所以如果有需要试程呢 请不用客气 很欢迎到我们工厂里面来做试程 那这一台是11.5代的Artist 昨天的我记得是X版的嘛 这个的话是11.5代的 那还是一样来看一下 其实跟昨天安装的版本呢 不太一样 昨天安装的版本呢 是竞技版的 那今天呢 就是最多车友 大概应该有9乘5吧 的车友选择都是选择我们的道路版本的 前面是7公斤 后面是5公斤 后面的话 为了Artist的舒适度呢 我们特别把弹簧的长度 把它拉长到190mm 让它的乘坐感觉的话呢 会更舒适一点点 那其实这台车目前都还是维持原厂啦 唯一就觉得车主的反应是开了7万多公里 那觉得避震器有烈化的状况 在高速或者是低速的时候 觉得非常不舒服 所以选择了我们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像这个轮胎 这个都还是维持原厂的 避震器拆下来也都全部都是原厂的 车子的内外观或者是其他的 都一律都是原厂的 那我们先来一样 先来看一下它原厂的避震器 原厂的KT在直播里面 每一次都会介绍的Artist的车 我们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不论是前面的上座 或者是后面的上座 我们一律都有复兴的上座 这台车是11.5代 年份还很新 但是它里程数的话 7、8万公里 也有可能了 上座差不多像是轴层了 这样这个都稍微有油漬 有可能轴层或者是橡皮 有烈化有老化的状况 所以如果要再沿用的话 可能KT的避震器 寿命还可以很长 但这个上座的话 也许有可能已经快快坏掉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有附上座 那万一有问题的话 不用厘清责任 就是KT的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师傅在拆装的时候 非常非常简便 不用再压缩弹簧 然后把上座拆下来 所以施工的工时呢 就缩短很多 这个是对师傅来说是最棒的 那像这台车 我们拆施工 35分钟就已经装好了 所以这台车 第一个 它本身就好拆装 第二个是车友很捧场 所以我们对这台车 熟悉度呢 非常非常高 那像这台车是11.5代的 不论是11.5代的 非X版的 或者是X版的 可以留意到 这个的螺丝呢 OK吗 因为有电话进来 不好意思 那所以不论是8mm的 10mm的 KT都有附专用的 上座跟零件 给这些的车款来使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面好了 后面的话呢 这台车跟昨天直播当中 介绍的Artist不一样 这台车呢 是道路的版本 所以它的弹簧呢 拉长到190mm 那公斤数的话是5公斤 这个今天的车高呢 车主并没有要求很低 原厂的话 应该是4-5指幅吧 配上205-56的轮胎 那今天大概还蛮高的 大概是30幅左右 因为车主的要求 它并没有要降得很低 所以今天的话 大概会设定 大概到30幅左右 30幅呢 也就是道路版本 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的最高的车高了 也有的车友呢 他需要跟原厂一样高 那KT的话 都有办法做到 只要在下单之前呢 跟我们的经销商说 或者是跟我们的小编说 或者是跟业务说明 说你要跟原厂的车高一样 我们就会指定特别的零件 把车高呢 就有办法做得到 跟原厂一样高了 所以KT算是很 有办法为车友们 做客制的一个工厂 毕竟KT本身就是工厂 并不是委由他厂来做代工 所以车主呢 如果有特殊的需求 有要特别高 或者是要海拉风 都不成问题 我们KT都有办法 帮大家来做定制的动作 那今天早上比较早做直播 可能观看的车友比较少 如果线上呢 有artist车友呢 有问题的话 很欢迎大家 立刻在线上许问 我们就会把镜头 带到大家想要看的零件跟地方 这个是后面的避震器 那后面的上座调整 这台车呢 不用再把边卸下来 我们把后座呢 往前先 在上座的上方就有一个旋钮 可以来调整软硬 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后面的车高调整 从这个地方 镜头有拍到这里吗 从这个地方 把这个托盘呢 把它旋松之后 然后长度如果变长的话 它的车高就变高 所以它能调高跟调低的范围呢 最低啦 大概剩下不到半指幅 最高的话 就是像现在这样 是大概三指高的幅度 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好了 这台车真的超级原厂 而且车主的把车子也都顾得很棒 那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呢 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前面的话 我们配置的弹簧公斤 速是七公斤 然后前面一样是维持大概三指幅左右 离载串的固定点 或者是ABS感应线 然后这个是一些油管的固定架 这些呢都是跟原厂一模一样的位置 那而且KT的话呢 不论道路板或者是竞技板 它的前轮都能做Canva的微幅调整 这个上面的仰角的固定孔 是做一个椭圆孔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呢 来做Canva微幅的 擎角微幅的调整 那今天的车高大概是三指幅 用料的部分的话 在昨天直播当中 好像已经忘记了要介绍 KT用料最特别的地方 那KT的话 像是主邻友的部分 我们使用的是意大利IP的主邻友 油风的话使用的是跟 这台车很多车友都是装日本的小绿吧 就是Tim Tim的话它所使用的油风呢 就是NOK的 KT的油风也用得很棒 一样都是用NOK的油风 那所以它整体的用料的话相当的不错 那再来一点就是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啦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避震器其实呢它算是一个很很基本的地盘的消耗品 也许有可能今天装了新品 那过了三年五年之后呢 它的里面的阻尼友有裂化了 或者是防尘套破损 或者是呃里面的缓冲的馒头已经水解 已经粉化了台语叫Hookie坏掉了 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针对单一的零件来做态换 因为KT就是工厂了 不会说这个单单一个一个防尘套坏掉 就需要请车友不好意思要换总成件 其实都不用 这些所有的零件呢都可以跟工厂呢 来单独来订购来做更换 所以这些零件其实都是可以做态换的 那像上座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上座的阻尼调整好了 它前面的上座 其实Artist 11代 11.5代还蛮方便 这里有一个饰板 饰板稍微搬开之后 从这个地方呢就能调整到阻尼了 那一般来说2055-16的阻尼纸的话呢 我们会先把它大概设定 大概到中间 KT的话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调整 那会等一下先试射的时候 会先设定大概在刚好中间的位置 就是前面15段后面15段 那阻尼调整的方式有一个地方很重要的 就是左边跟右边呢一定要对称 前后呢可以做落差没关系 前面调到28段 后面的话调到12段也没关系 它落差很大都OK 因为阻尼的调整没有特别的技巧 单纯是以车主的需求为重点 那所以重点就是左边跟右边呢一定要做对称 前后的话可以不用做对称没关系 以自己开起来舒适 开起来符合自己的操价需求为重点 OK以上是今天 因为我们今天有点赶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呢稍微比较短一点点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如果车友们呢有需要事成 千万不用客气 在Facebook里面打上KT Racing 就能搜寻到KT的粉丝团里面 那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 那在文章里面呢 我们也有留下的公司官方的LINE的帐号 那也很欢迎大家用LINE跟我们联络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拜拜 拜拜